哎小叶啊 我这里有一份PDF文档 蛮珍贵的 你能不能花点时间 帮我转成Word文档啊 好嘞老板 保证完成任务 哎 每次有这样的问题 总是喜欢找我 做吧 比较浪费时间 不做吧 又怕给老板留下坏印象 到底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高效一点的方法呢 不用害怕 用对了工具呢 PDF转握的 会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在节课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PDF转成Word常见的两种形形 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可复制型的PDF 什么是可复制型的PDF呢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一个PDF文档 在这个文档当中呢 我们使用鼠标来拖动 可以选中文档当中的这些文字 这一类的PDF呢 就是可复制型的PDF文档 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编辑Word文档的时候 点击文件 另存为 在格式当中选择PDF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所生成的PDF呢 就是可复制型的PDF文档 或者我们使用其他的文本编辑软件 使用类似的 另存为或者导出功能 获得的PDF文件呢 都是类似的 要把这样的PDF文档转换成Word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文档上点击右键 选择打开方式 选择Word 稍等片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PDF文档被转成了Word 而且仔细看一下 这个转换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就连文档的大纲呢 也被自动给识别出来了 不过我需要提醒一下 这个功能呢 只有在Word2013以上的版本呢 才会有 如果你是2010或者更早的版本 那么是没办法使用这个方法 来把PDF转成Word的 不过呢 对于可复制型的PDF文档来说 我们的转换方法呢 有很多 比如我们有一些常用的在线转换网站 我们只需要把PDF文档上传到这些网站 就可以在线转换成对应的Word文档 我们以smartpdf这个网站呢 来进行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在浏览器当中 打开smartpdf的官方网站 然后点击PDF转Word 点击选择文件 找到我们要转换的PDF文档 点击打开 超短片刻呢 smartpdf这个网站 就会自动的完成文件的上传以及转换 并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下载文件的链接 我们点击下载文件 就可以获取转换之后的Word文档了 第二个扫描型PDF 无论是使用Word直接打开 还是使用在线网站转换 这些方法呢都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的PDF文档都支持这个方法 比如现在这个文档 我们在上面直接点右键 选择打开方式 选择Word 然后会看到一个错误的提示 这个提示是告诉我们 Word无法把它转换成文本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因为这类的PDF文档呢 通常是通过扫描的形式生成的 原本的那些文字呢 通过扫描之后都变成一张图片 而想要把图片中的文字 转换成可编辑的文字呢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文字识别技术 叫做OCR OCR它的中文呢 是光学字符识别的意思 就是可以自动识别出图片当中的文字 并转换成对应的可编辑文字 在OCR识别这个领域当中 有很多非常出色的软件 而最为出名的 还是大名鼎鼎的ABBY Findreader 在节目呢 我们就以Findreader为例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强大的OCR识别技术 首先我们登录ABBY的官方网站 在页面中找到ABBY Findreader 点击Findreader 然后点击左边的下载试用版 在下载的过程中呢 我们需要填入我们的邮件 ABBY呢 会自动把它的试用版下载链接 发到我们的邮箱里面 然后点击发送请求 这里呢 我已经提前下载并安装好了Findreader 具体的安装过程呢 我就不再演示了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具体的效果 首先我们打开Findreader的软件 点击转换为Word 然后在对话框中 找到我们要转换的文档 点击打开 然后点击转换为Word 选择我们要保存的位置 接下来Findreader呢 就开始疯狂的运转 把我们识别出文档当中的文字了 识别完成之后呢 这个文档会自动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 哇塞真的耶 我们原本图片中的文字呢 一个不少的全部都被识别出来了 而且准确率非常的高 怎么样 有没有被Findreader给惊艳到 不要着急 它还有更为强大的操作 这一次呢 我们使用OCR编辑器中打开这个选项 找到我们要转换的这个PDF文档 点击打开 同样的Findreader呢 它就随着这个齿轮疯狂的运转 识别我们这个文档当中的文字 转换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正在编辑的文档界面 这个界面当中呢 大致分为三个区域 首先左侧呢 是我们原始文档的PDF界面 右侧呢 是相应的转为成Word之后 可以编辑的一个界面 其中Findreader呢 会把一次错误的文字标成蓝色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面进行修改 同时在底部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界面进行一个放大 来精确的选择我们需要修改的文字 在这个编辑窗口当中 把错误的文字修改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上面的发送 然后点击Word 就可以把这个文档 转换成单独的Word文档了 这里我们所介绍的这两个功能呢 都只是抛砖引玉 只是让你见识一下Findreader的强大之处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Findreader的强大功能呢 可以点击帮助来查看官方的一些使用指南 或者可以下载我们这一课程的参考资料 我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这一份指南 最后我们再有钱提示一下 即便是有99.8% 识别准确率的Findreader 也不能保证100%的还原我们的PDF内容 就需要靠我们勤学苦练 扎实的Word基本功去修复还原了 课程最后呢 按照惯例我们再来快速总结一下本节课程的支持点 首先第一点可复制型PDF的转换 首先第一点可复制型PDF的转换 针对这一类文档的转换方法呢 非常的多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右键 选择打开方式 使用Word来打开 或者使用四方PDF这样的在线网站 来进行在线的转换 如果你只需要局部的内容呢 可以直接选择文本 然后复制即可 第二点散标型PDF转换 撒描后的文字呢被转换成了一个图片 想要把图片转换成文字呢 我们需要更为强大的OCR识别技术 由APPYY公司出品的FineReader 可以精准的识别转换撒描型的PDF文档 好了 以上就是本节课程的内容 办公高手 动手不动口 一定要动手实践一下 咱们下节课再见